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每周360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回顾 过去一个星期 国内还有国际发生的车坛大小事 2020 Mazda 2 小改款正式在我国市场发表 小改款的2020 Mazda 2 去年年末在泰国市场发表之后 终于在三个星期来到了我国市场 这一次 Burmars Motor 还是一样让 Mazda 2 维持了一个车型 在外观上面 Mazda 2 改变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看起来像是缩小版Mazda 6 的感觉 另外呢 它也搭载了进阶版的GVC Plus 引擎方面 Mazda 2 小改款继续采用了1.5的Sky Active G 质量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14HP 峰值扭力149Nm 配备的是六速的自拍变速箱 小改款的Mazda 2 有 hatchback 还有舌弹可以选择 比较可惜的是气囊速还是只有两个 至于售价方面 它的售价从 13,670 令吉起跳 之所以起价的原因呢 相信还是因为这款车是从泰国进口的关系 因为CVU 和 CKD 车款的税务有差别 加上这几年 泰铢的涨价幅度非常的大 才会导致这次 Mazda 2 的车款大起价 不知道你对这个价格有什么看法呢 HONDA CIVIT 1.8S 或成为大道之音的警车 最近有网民在Facebook上面放出了很多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批小改款的HONDA CIVIT 1.8S 而且全部都换上了警车的涂装 而这些涂装看起来应该是我国警队 大道之音的涂装 如果照片是真的 就代表着未来警方在大道的巡逻车 就可能是这些CIVIT了 CIVIT 1.8S采用的是 1.8L IV-TECH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41PS 峰值扭力174Nm 至于变速箱则是CVT变速箱 虽然是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CIVIT 1.8S的0-100加速需要10.4秒 其实是非常的快的 而大道之音看上CIVIT 1.8S 相信就是因为CIVIT 1.8S价廉物美 不知道各位看官对于CIVIT 1.8S 成为大道之音警车有什么看法呢? 2020 Mercedes-Benz E-Class有改款 正式发表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日内瓦车展被取消了 因此2020 Mercedes-Benz E-Class 近日就在这个线上举行了发表会 新的E-Class在外观上面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变得有一点类似CLS的感觉 另外呢在头灯组方面 小改款的E-Class也导入了这个 见识型的日行灯 看起来非常的圆润 因为全球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的关系 因此在这个小改款的E-Class上面 采用了 插电式又或者是轻度的混合动力系统 尤其是第二代的这个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呢 它的动力辅助力道方面提升得非常的大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提升到了20HP 峰值扭力180Nm 可以让搭载这套系统的E-Class 更为节能减碳 不知道我们在今年内看不看得到这个 E-Class小改款车型呢? Protron 或将在明年推出一款全新的房车 在之前Protron A7D CKD的下线仪式中 吉利汽车的总裁兼CEO安崇慧先生 对在场的中国媒体表示 2021年吉利会在我国引进一款全新的车型 相信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 这一款新车就是之前已经确定会来到我国市场的 MPV吉利佳季 但是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这一款新车并不是MPV 而是一款全新的舌弹 这一款新车的开发代号为F18 是中国吉利最畅销的Sedan车型 地豪的大改款 如果这款车真的来到我国市场的话 它有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毕竟之前Protron已经注册了很多的新车名称 另外呢 它也有可能是Private或者Persona的大改款车型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都好 这一款新车应该都会搭载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搭载的都是1.4或者1.5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整体的实力看起来是非常的强 那么明年我们应该又有一款新车可以期待了 只是目前呢 这个X50都还没有发布 那么这一款新车我们要等到即时才看得到它呢 Mercedes-AMG CLX45S在泰国发表 售价超过60万令吉 Mercedes-AMG最帅的无窗框轿跑 CLX45S 终于在泰国发表了 CLX45搭载了代号为M139的全新2.0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有两种引擎输出 而在泰国发布的这个CLX45S就是高输出的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421PS 峰值扭力500Nm 0-100的加速只需要4秒而已 至于变速箱呢 它匹配的是全新开发的 8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至于售价呢 这个泰国版本的CLX45S就有一点点惊人了 它在泰国的售价呢 为499万9900泰铢 如果我们换算成马币的话 这个交价大约是66万令吉左右 不过本地的CLX车迷你们大可放心 因为一般上泰国的这个Mercedes 车款会比马来西亚更贵一些 所以我们相信在马来西亚的CLX45 并不会到60万令吉的添加 至于某国的这个CLX45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这个就要等待Mercedes Benz Malaysia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了 2020 Nissan Almera加速实测 0-100为11.32秒 在去年呢 Nissan 终于在泰国市场发表了新一代的Nissan Almera 而新一代的Nissan Almera 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它的那个 1.0的涡轮增压引擎啦 那么很多人应该很好奇 这个1.0的涡轮增压引擎 到底性能有多么出色呢 最近呢这个泰国的媒体 Headline Man.com 他们就带了这个Nissan Almera 1.0 Turbo 前去测试它的0-100加速 而在这个泰国媒体的亲自测试下呢 Nissan Almera 1.0 Turbo的0-100 需要 11.32秒 以涡轮增压引擎来说 这个成绩其实并没有太出色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 Nissan Almera 之所以推出1.0的涡轮增压引擎 是为了泰国的Eco Car 发挥 所以呢它主要还是为了节能 并不是为了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国市场的Nissan Almera 根据消息也同样的会搭载这个 1.0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呢 今年的B7市场应该会有很激烈的竞争 你对这个Nissan Almera 1.0 Turbo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每周360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点赞影片 分享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我刚才没有2位 我们下期再见 Springs 我们下期再见 都是 到